大家都知道 我们家有一头未养的小乳牛 他叫黄嘟嘟 我给他取的名字 就是好嘟嘟嘟嘟嘟的可爱 你看 就只要吃 他是一个吃货 他以为这有奶瓶 他给我称的满身 他称的我满身满身 都是口水 我的妈呀 然后他也是一个爱吃各种好吃的 西瓜他也爱吃 爆爆汤他也爱吃 什么他都爱吃 他小乳牛 然后现在到了喂奶时间了 我要把他带到草原上溜一圈去 再把他领回来 这是饭后运动 跟上妈妈去吃妞妞了 他的妈妈生下他以后没奶 后来他就人工喂养了 人工喂养以后 我就做了他的粘植奶麻 黄嘟嘟现在大概快一个月了吧 二十多天的小乳牛 然后 从 这么多 现在已经喝到满满一瓶了 后期他可能会喝到两瓶 大家肯定好奇他为什么要顶呢 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要顶吗 他顶奶和翘尾巴都是同一种原因 就是因为他觉得小蜂蜜更多的乳汁 所以的话他就会顶 他每一次顶的时候我都有点扛不住 因为他太力气大了 他跟小羊不一样 小牛真的是蛮有价的 他刚生下的时候吃的是非常满 老有价老有价 小动物经过喂养以后 也会变得特别特别的轻 就是 喂养长大的动物的话 就是特别特别有感情的 就是这种牧民有好多喂养的这种 小牛呀小羊呀到最后都舍不得卖 舍不得卖 然后我们就像我们的小驼 我们的大驼都是喂养长大的 现在又多了一个黄嘟嘟 你看他吃的多快 你要把我的 他的这个顶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劲儿大 我真的受不了 黄嘟嘟你能轻点不 大姨现在喂他都感觉有点直立 你要是把我吃 你是不要把你奶妈吃掉 喂养小动物真的特别治愈人 就是如果你要是心情不好还是怎么样 你喂养你拿着奶瓶喂黄嘟嘟 你就会觉得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 我越是用力的这样顶着他越爱顶奶 他就会用力的顶你看 他的妈妈也是不一样 所以说妈妈真的很不容易 你说他这样顶的时候妈妈有多受不了 他的妈妈肯定很疼很疼 摸摸尾巴 他妈妈要是在他身边会给他舔舔尾巴 只可惜他是一个没有亲妈妈的小牛 他妈妈是一个二岁子的小牛 生下他就没奶早恋 他妈属于早恋陷着他 真的他妈属于早恋陷着他 所以生下他没奶 他本来还是个小牛 然后也不敢让他妈喂养 因为怕他妈喂垮了 看他吃的看他摆墨子 这个瞎猴猴猴猴 没了宝恩 大宝 你别你别你别提我 没了没了宝 好了 现在喂完奶了 我也想把黄多多成功的又领回来了 黄多多一顿大概要吃掉 喂养他大概需要一到两千块钱 中间这样的吧 就是一到两千块钱大概能把它喂大了 是到吃草 但是黄多多依然没有那种母乳喂养 更大一些 更胖一些 你们看他还是比较瘦 营养还是其实更不像的 就是动物奶粉毕竟跟 牛自己的奶粉是不一样 你看他吃完以后一游未尽 总感觉他饿着 但是呢那就是他的量 他也不能超太多 对不对 然后我们草原上基本上都是黄牛 这几年都是黄牛和西蒙特尔的行走吧 就像黄多多这样的出奶以后 不为难以后大概能卖到 大概能卖到 大概能卖到 大概能卖到两三千块钱的一个小牛族吧 一个成年的大的 这种大工的 然后杀肉卖的话 能卖到一到两万块钱吧 但是黄嘟嘟绝对给我多少钱 我都不带卖的那种 我今天要把黄嘟嘟养大 就是那种一直养着他 到他老的那种 他将会这么的好朋友 我觉得后续会更多 队伍会越来越大 大家如果来我草原了也可以 看来看看黄嘟嘟 一定要给他带棒棒桃 啊他口嘴 你看他吃完奶以后全是口嘴 来让大家看看你的嘴 大家看看你的嘴 好饿心 好啦黄嘟嘟 跟大家说拜拜 黄嘟嘟跟大家说拜拜 你说拜拜 你说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